出了问题 前面有个报纸显示人的时间点是2020年的4月 这个之前跟之后都有这个状况 有员工呢可以在里面喝酒 议员咨询拿出吹哨者爆料照片 一名男性工作人员拿着杯子倒啤酒 地点居然是在高雄中游场区内 你们会去检查柜子里面有没有酒吗 一般来讲我们是会做书面检查 然后到现场去看设备 所以这个置物柜有些是属于私人的领域空间 另一边更看到柜子里摆放两瓶高粱酒 上面写着RDSC RDS就是中游大林厂 第三中游脱流工厂 中游大林厂还因为去年爆炸意外 被挂上草人人命签场的抗议布条 现在又被爆出里面工作人员带酒进去喝 附近居民不可置信 这才能喝酒这也不能喝就对了 返船第一了 真的太离谱了啦 真的我觉得说真的 他们需要好好的管理整顿一下 所有的管理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怎么会让酒类偷渡进入厂区 甚至还开喝 实际观察 只要有工作证 就能直接从警卫室通行 进入这管制区的二道门 车辆一定要装灭焰器 金属安检 烟跟大火机都不能带 照片派到的地方 疑似是员工休息室 你有酒厕 这些都有资金 是一个休息室 不是我们的工厂区 所以有酒厕 我们就会做一个证查 如果茶有属食的话 依据治安法最高 可以裁罚三十万元 中油工作人员被拍到 疑似在厂区休息室里面喝酒 虽然非操作吉他区域 但依规定也不能喝 喝的时间是上班还是下班 管理上的问题饱受批评 三选之为大股不先高雄